長春市疫情持續升溫 病例數居高不下 據官方通報 3月23號新增1280例本地確診 和253例無症狀 重災區九臺區有490人染疫 截至23號24時 長春市本輪疫情累計報告超過1萬例 不過中共一貫隱瞞疫情 真實感染人數可能更多 長春當局強推社會清零政策 要求從20號零時起 所有居民三天內不出封閉小區 據市民透露 社區至今尚未解封 當地企業已癱瘓 也有一些民眾斷糧 有市民在網上求救 說丈夫18號自行檢測出陽性 隨後出現發燒 咳嗽症狀 但求救無門 直到21號晚才被送方艙醫院 她對政府非常失望 據通報 長春市目前已投入使用6家防艙醫院 共有9304張床位 主要收治輕型患者和無症狀感染者 但網上視頻顯示 有病患在裡面聊天 聚集打牌 有人沒戴口罩 新唐人記者陳傑、李珊珊、李佩玲採訪報導 陛杨、李佩駱、李佩玲採訪報導 、密航 oct 、真場、木俞階、斑亡